哈喽大家好今天我们要来看iPadOS 16.1 没有错在这个礼拜终于更新了iPadOS 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上个月 他们直接跳过iPadOS 16的发布 那是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这次iPadOS 16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 叫做目前调度 但是在上个月这个开发的进度 不胜理想就是bug非常的多 然后用起来很卡之类的 然后加上iPad Pro是这个月才发表 所以他们就直接跳过iPadOS 16 就直接进掉了iPadOS 16.1 刚才说到目前调度功能 英文叫做Stage Manager 它是iPad电脑化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 除了在开发上面不是非常顺畅之外 在这一版之前 他们竟然还只开放给M1、M2的iPad Pro使用 所以可想而知他们就是被骂翻了 之前买iPad Pro的人都觉得自己被当傻子 没有办法更新这个最重要的功能 所以在这一版iPadOS 16.1 他们就新增了其他的iPad Pro一起进来 像是搭载A12X还有A12Z晶片iPad Pro都可以使用 所以这样算下来 接下来可以使用目前调度功能的iPad 总共有9款 其中包含了第三代以后的12.9吋 还有第一代11吋以后的iPad Pro机型 另外还有第五代的iPad Air也是可以使用的 所以总共9款 接下来我们来讲一下目前调度 它到底是一个怎样非常重要的功能 首先你想要打开这个功能 就从右上角往下滑打开控制中心之后 你就会看到目前调度的按钮了 按下去之后它就会切换 这个App视窗展示的模式 目前调度它就是会让iPad多工更加的强大 因为我们知道之前iPad多工 其实它在视窗的自由调整度 并不是非常的大 这一次除了可以自由调整App的视窗大小之外 你还可以在单一画面当中 开启多个重叠的App 最多可以到4个 那这个时候你一定会发现 这个画面非常的挤 尤其是在11寸iPad Pro上面 那我们这边提供两个设定 供大家参考可以改善这个画面的利用率 第一个是你只要长按控制中心的 这个目前调度 你就可以选择隐藏Duck或是侧边按钮 那你可以择一隐藏或是两个都隐藏都可以 那隐藏之后 如果你要再用的话 就把它滑出来就好了 那再来第二个可以改善的是个设定 就是要打开设定 那我们去找到螢幕显示与亮度 那在最下面你就会看到萤幕缩放 点进去之后你就可以选择更多空间 不过选择完毕之后 它会要求你重新启动才可以套用这个设定 那设定完之后 你会发现这个画面变得更广阔 然后所有字体都变小了 这个空间变得更大了 自己是觉得这个功能 11寸是不太适合开到4个视窗 如果你今天是买12.9寸 可能稍微还有点机会 我觉得顶多就是旁边叠两三个这样 因为我发现如果你是用堆叠的话 你其实要按下一个视窗是非常好按的 所以如果你今天真的打算 把iPad Pro拿一张电脑用的话 我是还蛮推荐你用外接萤幕的 那除了这个全新的目前亮度功能之外 这次iPadOS也新增了非常多iOS也有的功能 例如说我们知道在iPhone上面 讯息现在是可以重新编辑 还有取消传送的 就是你发送之后 你可以在几秒钟之内把它收回来 此外在邮件的部分也有一些新功能 像是你可以取消传送 一样你是要在几秒钟之内 把它收回来才会有用 另外一个邮件的新功能 就是你可以预约传送 当你写完邮件之后 长按右边的发送键 就会出现这个预约的视窗 里面就可以指定时间发送这封邮件 还有现在针对刚收到的邮件 如果你不想要立刻处理 就可以把这封邮件往右滑 就会出现这个提醒我的选项 里面就可以设定时间 让他还特定的时间来提醒你 就不怕忘记处理这封邮件 话说在邮件的部分 我最近发生了一件非常糗的事情 就是我以为我有把信寄出去 结果并没有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用过 就是任何苹果系统上面的邮件 当你已经有回复的时候 它上面会显示一个已回复的标识 然后通常那个键盒出现 我就会以为我已经有回复了 没有想到那一天呢 就有一个人传信给我说 为什么你都没有回复我的信件 这样子 我才去找我的已传送邮件 才发现我那封信完全没有寄出去 就是在一般的信箱里面 我可以看到我已经回复 但是已传送的地方 完全找不到那封信 就完全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 总之呢 之后如果要确定 我有没有寄出信件 我一定要到那个 已传送的信箱里面去看就对了 然后这次的更新里面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 就是天气这个APP 终于在APP上面出现了 可以说是非常的精致 包含它的背景 是一个动态的背景 现在我看到的是一个满天星空 然后星星还会闪烁这样子 然后如果你今天是雨天的话 它会下雨 然后再往下看 就可以看到未来的天气预报 还有现在的湿气温度等等的 然后你往左滑往右滑 就可以切换地区 非常的方便 那如果想要新增程式 或修改程式的这个顺序的话 你可以按一下左上角这个列表 那这个列表你就可以去搜寻程式 或者是按一下右上角三个点点 你可以去编辑 然后现在还有一个蛮特别的 就是它可以通知你未来的恶劣天气 我们按一下右上角三个点 里面有一个通知 下面就有恶劣天气 还有未来一小时降水强度的这个选项 你就可以把它打开 那这样子的话 你就可以知道什么时候会有这个暴雨 然后下面看到右边有一个降水的地图 对不对 我们点下去之后你就可以看到这个地区 未来12小时的云层雷达图 然后它是会动的 所以蛮精致的一个功能 这样 那除了云层雷达图之外 其实下面的每一个表 你都是可以点进去的 例如说你想要看到 未来周二的天气的话 你就可以点进去 它就会显示说 这一天的天气大概是会怎样的走向 然后下面所有的指标 也都是可以点进去看的 所以这一次这个天气的APP 我觉得做的还蛮好的 非常的精致 好那除了天气APP之外 在相簿里面也做了非常大的变动 像是我们的原框文字 或者是抓图抠图的这个功能 在这一次都是可以使用的 例如说我想要把这个图抠下来的话 我就长按它 它就会像iPhone那样子 直接把这个图给抠下来 那现在你就可以直接复制 或者是直接把它存成另外一个PNG档 然后在原框文字的部分 它可以辨识东西更多 例如说航班资讯 或是送货资讯等等 它可以及时辨识 那这一次的AppleOS也不例外的新增了 iPhone共享图库的功能 那这是一个怎样的功能呢 就是你可以把你的新版好友 一起加进你的图库 那你们可以一起编辑 上传下载照片 因为过往我们要传照片 一定是要用AirDrop 或是Line传照片 那现在有了这个功能之后 你们就可以事先建立这个共享的图库 那所有人拍的照片 都会同时及时连线的出现在 每个人的手机上面 其实还不止这个样子 它还可以及时同步的编辑 就是说有一个人已经有修图的话呢 其他人手机上面的照片 也是已经修图的状态咯 如果你关闭这个图库的话 它会问你说要把我打包下载 真的是还蛮方便的 那先下来讲到呢 我最近在iPad上面用到一个非常酷的App 就是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最近修复照片这种功能 非常的流行 那修复照片是什么呢 就是把你的旧照片 或解析度非常低的照片 进行一个处理 让它的画质提升 然后解析度变高这样子 那我会用到这个功能呢 是因为我想要帮我的iPad换桌布 结果发现我想要的那张图片 竟然只有手机大小的 所以我就把那张照片丢进这个软体 结果处理了三次之后呢 它就真的变成了iPad可以使用的桌布大小 所以我就觉得还蛮好用的推荐给大家 如果你今天想要修复老照片 或者是跟我一样 想要制作比较大的桌布的话 就可以用这种App 那我用的App呢 它叫做REmini 大家可以到App Store下载 那其实也不一定要用这款软体 现在市面上呢 有非常多软体都有类似的功能 给大家看一下我使用这个软体前后的差别 我觉得还蛮不错的 好那以上呢 就是我们这次iPadOS 16.1的新发现 那这次iPadOS可以更新的机型 包含有第五代以上的iPad 还有第五代以上的iPad mini 还有第三代iPad Air以后的机型 还有全系列的iPad Pro都是可以更新的 不要注意一下 这次iPadOS 16不再支援 第二代的iPad Air 还有第四代的iPad mini 好那以上的功能结束就差不多到这边 不知道大家觉得这一次的功能感觉如何呢 我觉得目前调度我是没有很常用啦 不知道大家常不常用这个功能呢 还有大家遇到什么样的bug 也欢迎在这边去跟我一起讨论哦 那如果你喜欢这类影片 也记得要帮我按赞订阅还有开启小频道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咯 拜拜